水龙头一打开自来水远远不久流出 我们习以为常但全球三成人口 21亿人却必须千里迢迢长途跋涉 才能取得珍贵的水资源 为了解决无水之苦 南非人佩提佩德和约翰荣克 1991年想出了创新发明 蓝色桶子 快速滚动 执意叫做河马滚筒 使用方法简单又不太耗体力 河马滚筒除水量是一般水桶的好几倍 至今生产超过5.5万个 帮助超过48个国家 有干净淡水可用 来到约翰林斯堡郊区这座工厂 工人们忙碌制造 河马滚筒最大特色就是能适应穿越 汽区地形非常耐用 每个河马滚筒都经历过特殊测试 能承受汽车以时速55公里脱形 充满巧思的输水工具最原本的模样是蓝色粉末状 分装成6公斤一包 每包足够制造一个滚筒 工人把蓝色粉末倒入圆筒状模具 接着进行充分加热与液化 采用旋转模制制成 以免粉末全堆在模制底部 等待25分钟后就能打开炉门 经过冷却 接着要将滚筒脱模 上方开口容易倒进液体 但又不会让小孩误钻进去 设计巧妙 而白色盖子则由专门的射出成型机制造 省下原本用来取水的时间 如今可以种植作物和教育孩子 河马滚筒用简单发明带来大改变 帮助非洲成千上万村民 方便取水 三丽新闻 陈佩罗导